《無窮之路》 《無窮之路》 可以說是香港第一部 在國家脫貧成功之後拍的系列紀錄片 今次會穿梭全國六個省民 深入十個貧困園 我們攝製隊五個人 整個旅程要兩至三個月 香港人一向都是對於扶貧 停留在八、九十年代 可能是農村 我自己很久沒有回大陸 發現現在他們的生活 真的大大地改善 雲南路岡傳統的流索年代 曾經有很多人跌進去 一條岸到屍體都找不到 到現在已經有了橋和路 西海固寸草不生的地方 到現在是可以種葡萄的 很小的小朋友 你都看到笑容 和對未來很有希望的感覺 所以都很感動到我 其實我一看到行程表 我已經是嘩嘩的 懸崖村真的要攀山越嶺 內衛五千多級 用了四、五個小時左右 才能上到上面 震、頭暈 我真的不生難忘 你半分鐘 30秒 懸崖村的村民 其實他們真是世世代代 他們每一天要出門口 都要經過那條天梯 有電、有水 我們都覺得是基本的 但是其實對於他們來說真的奢侈 沒有那麼大的柯街 柯街和睡覺的地方都在一起 有些逆地搬先 他新家裡 就看他現在的生活 吃得飽了 住的地方 百幾坪 其實香港是千多尺的地方 有三、四間房 有客廳 有飯廳 那個環境 其實真是翻天覆地的改變 路綱那裡 我們都去了一間學校 一班直過民族的小朋友 甚麼是直過民族呢 即是他們是由原始社會 直接過到現代民力 會學開水 原來喝水也要教 洗手啊 連喝開水啊等等 又由最基本的東西 開始教起他們 那班老師 就真的非常之 哇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偉大 十二點多爬 到六點才爬到一個學生的家裡 千三萬歲的 就為了要找一個孩子回來讀書 教他們煮飯 教他們修理汽車等等 扶貧方面都不再是 你沒有錢開飯 我給錢給你 我捐錢給你 這麼簡單 而是真的給他們一個技能 可以自力更生地去脫貧 那個小女孩 其實很喜歡攀飲 找到一個小丁 一名廚師吧 就自己看一點 飯店 哇 真是看一個飯店 她要走甚麼路 自己其實都可以選擇 女人都有能力 去闖出一片天 雅族的女性 地位其實以前都是比較卑微 像女人都不上座的 還有不外出 就很風景 種咖啡的農民 他叫做葉平 他正正就是想改變一些東西 由大家都不知道 甚麼叫做咖啡豆 發展到一個是咖啡的農莊 有一個志氣 令到她的村民都可以脫貧 我第一天出發 是2021年的4月 我們整個接濟隊 五個人 五小強 很團結 走遍幾千公里 雲和月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都要開機 很多時候都不夠睡 回來之後 其實都是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就經意要推出第一集 大家看到的片段 真是新鮮滾熱辣 我是帶著很多問號 去踏上這個拍攝旅程 看到的東西 我當時的反應 都是挺直接的反應 看到小朋友 每一個都笑容是非常燦爛 婆婆他們 都會拿他們的農作物出來 很熱情 請你吃 請你吃 在他們的念上 和在他們的生活上 其實已經確確實實地 給了那些答案 我們 無窮當然也沒有貧窮 也代表無窮無盡 如果觀眾有共鳴 我也鼓勵他們 自己親身 都去自己走自己 那條無窮之路 現在苦沒關係 苦了之後就是甜 我心裡是一時 都去做成功 都去選擇 我心裡有多少 都在那等個 你也沒有了 你也沒有了 你只能讓我